歡迎全面進場 10月24日 星期四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香港最新情況 據星島日報的報導所說 香港人北上買菜的熱潮是遲中 深圳商家搶客戰日吹白熱化 在連塘口岸附近 一家專門為香港人服務的街市 負責人早前專程到香港的街市取經 了解香港人的買菜習慣、食品種類和價錢 務求提供性價比更高的產品和服務 有深圳的相反提到 很感恩香港人過來深圳消費 希望這個熱潮一直持續下去 至於本地的街市就受到了重創 尤其是北區、大埔和沙田的街市 生意大幅下跌 行政長官李家超較早前指出 舊方法不行就要想新方法 嘗試去阻止香港人出外 是不切實際的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告知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這個北上買菜熱潮 怎樣重創本地街市的生意 現在的街市變成攬炒 據星島日報的報導說 一家在連塘口岸附近 專門為香港人服務的街市 負責人提到 他們來到香港的各區 特別是北區的街市 餐廳做實地的了解 發現無論是售價、環境、服務 或者食材的用料上 深圳都是比較優勝的 於是下定決心 以香港客為目標 投入了巨資 對連塘口岸旁邊的商鋪 進行了改造 習街市、餐廳、甜品店 中醫按摩於一身 以一條龍的方式 為北上的港人服務 位於連塘口岸上 蓋物業四季御元 下面的香蓮街市 近日開始事業了 當中一間老美店的負責人李湘說 老闆為了迎合香港人的閱讀習慣 招牌等的文字 全部都用完繁體字 讓港人感受到親切感 和賓治如歸的感覺 大陸政府又給他用了 沒辦法 沒生意 要做生意的時候 你正看簡看 什麼看物看 照用 用什麼打擊 沒有錢的時候 什麼都假 有錢的時候 諸多事實 還說什麼 很感恩香港人 到深圳消費 現在你就消費感恩 老實說 從頭到尾都應該要感恩 不是靠香港人 過去幾十年 不斷接濟大陸 有過得這麼好嗎 是不是 尤其改革開放以後 第一批進入到大陸的外商 就是港商 從頭到尾都是靠香港撐起的 深圳不是靠香港撐起 你靠什麼撐起 請問是 那些人經常在顧左右而言 他說到深圳好像很厲害 很威風 我不是踩深圳 老實說 深圳根本上都很少本地人 現在多數都是北方人下去住 喂 深圳為什麼會彈起 我想請問 你不是靠 和香港的地緣關係 你怎麼可以彈起 這麼多的經濟特區 你不見山頭彈起 你不見珠海彈起 珠海都黏著澳門 他有沒有深圳這麼發 你不見海南倒彈起 那麼多的經濟特區 為什麼唯獨是深圳發達 因為黏著香港 就是這個很大的優勢 現在懂得感恩 沒有錢的時候 不過那些嘴唸 聽一下就算了 大家不要相信 有時候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那些人現在告訴你 肯感恩 我還沒忘記 那些人的嘴唸是怎樣 沒有了自由行的旅客 來香港死了 這樣 不止這個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表表者很典型的例子 還有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過去十年八年 講了多少 現在沒有錢 當然要多謝你 聽一下好了 不要相信 記者在現場所見 香港人出關 轉右直行三分鐘 就到這個香蓮街市 有很多的香港客人 就在樹下買蔬果 二樓的潮傘牛肉火鍋 都有很多香港人幫忙 在這個街市買菜的 黃大仙居民 關箱就說 他都厲害了 黃大仙走到深圳連堂 原來他就退休多年 即是乘兩元車去的 疫情肆虐期間 就在家裡無所事事 通關以後 就經常跟老婆北上消費 特別是B8線的承巴開通以後 從黃大仙往連堂更方便 加上長者乘車優惠 搭港鐵到沙田轉乘B8 全程只需4元 長者在深圳搭車又是免費 故此全程來回只需8元 所以幾乎每個星期都不上消費 所以很多人都會乘兩元車 所以特區政府經常 或者是補貼的那些 巴士和港鐵都不妙 如果你是要維持兩元的優惠 你就應該要港鐵和巴士公司自己出 不要再有些人走出來說 的士那些怎樣?小巴那些怎樣? 小巴那些就不要做了 兩元優惠 對不對? 兩元優惠就應該要由那些 專門做公共事業的公司那些企業 來承擔這個責任 你沒有企業責任 不要經常走出來煞里弄沖 又說減炭,你老母又說環保 給長者兩元坐車 就應該是發牌條件之一 我說的 不是,你撿了它,不要做 你方會蝕本嗎? 現在特區政府貼了錢給你那些 巴士公司、港鐵公司 就讓那些人走上去消費 講極都不通 全世界政府都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是反對取消兩元坐車 不要塞進我的口 我贊成繼續 不過這個負擔不應該由特區政府 給你每年幾十億 你那些巴士公司、港鐵公司 為什麼要這樣輸送呢? 就應該是由你港鐵和巴士 自己承擔 小巴沒有就沒有 搭什麼小巴呢? 對不對? 小巴沒有兩元坐就沒有搭了 總之巴士和港鐵 照舊有兩元坐的時候 就應該是不要由特區政府給錢 因為你根本上 很混亂 整件事 你不停貼人上深圳消費 陰乾自己 講不講得通 這件事 好了 那 講到北上消費的原因是怎樣呢? 關聲就說 深圳的物價便宜是主要的原因 以程海獅頭我為例 鄉連街市只賣五十八元人民幣一斤 香港至少都要百二元港幣以上 深圳便宜了一半 而且用鳥身鮮口感好 其他食品 比如說蔬菜 日用品都比香港便宜很多 北上購物就好化損 這個關聲就展示出北上素貨的戰利品 包括一盒老水鵝 半隻水晶雞 燒肉 蒜 薑 青菜 和越南咖啡等等 一共就花了超過五百元 哇 購物箱就塞到滿了 關太還說 對比香港購買同樣貨品省下來的錢 足夠在深圳吃多兩次大餐 香港的公帑就是這樣花了 不斷補貼補貼完之餘 還要對於本地沒有益處 所以我真的服了那些官員 那些議員 便利的長者可以到處去 對呀 他去深圳 他不是去你那些什麼鬼夜夜都繽紛 你哪裏吸引到人 現在又是整個七零五元一吋的燒魷魚 你老母真是你找鬼吃吧 所以這個不應該由特區政府補貼的 兩元是 你照做 是不是 反正沒有人反對 現在還有人遊行嗎 還有人出聲嗎 你騙他去吃吧 這個港鐵和九巴城巴那些 真的 不做就交個牌出來 我不相信沒有人肯做 招待一下長者會死 好了 同樣在街市買送的上水居民陳聲就說 北上消費便宜靚正 上水街市買兩條青瓜要10元 鄉連街市買四條都是人民幣6.8元 便宜過香港很多 上水去連塘交通又方便 搭B7巴士和59S小巴都可以直接去到鄉連圍口岸過關 而且長者又有兩元搭車優位 因此經常去連塘享受美食和購物樂趣 報導說 北上買送的熱潮 引發羅湖口岸附近的商鋪變革 銜接口岸 羅湖火車站和深圳地鐵1號線羅湖站的羅湖樑柳庫一層 近期進行升級改造 命名為深港融合商業街 有賣芝士蛋糕、牛肉餅、冰糖葫蘆、榴槤千層蛋糕 還有蝸葵等食物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我看見的樣子是不想吃的 還有香港少有的黑松露烤鴨、北京烤鴨、各種燒味 滿足不同港客的未來需求 張歸澳居民林小姐在一間蕭立店買了五隻白切雞 她說羅湖口岸附近有金光畫、萬象城等大型商場 多數經羅湖口岸過關到深圳逛街消遣 回香港時順道在口岸買食回家 至於蕭立店老闆劉女士說 多謝你香港人來北上消費 希望這個熱潮歷久不遂 老實說 在你那裏買得東西的 其實都不是本地人 那些人有錢嗎 所以就要靠港客 現金奶牛 一搭搭銀紙去散 你當然開心 過癮 難為了本地街市的生意 就差得不得了 據東周刊所說 有這個街市是受到嚴重重創的 比如說北區的街市生意 在城巴B8加密班次以後 因為很多長者都選擇北上來消費 導致生意下滑 連大埔和沙田的街市生意 都是受到影響 大埔區街市 一個咸雞檔的老闆說 通關以後街市人流都減少 生意額跌了五成 為了應對變化 他就不得不減少員工 即是裁員 死了 沙田巡石街市面臨著空舖招租的情況 蔡當負責人說 生意跌了一半 很多長者乘兩元車 北上購物 使得本地街市的經營變得困難 以上就是香港街市的慘況 希望特區政府聽到這些聲音 始終不是每個人都北上消費 對於不北上消費的市民來說 他去買菜 少了那麼多選擇 少了那麼多店 當然不方便 對於民生是會有影響的 我們看看較早前行政長官李家超 如何面對零售和飲食市道的轉變 我們聽聽他有什麼高見 據HK01報道所說 香港接連有零售店和飲食店倒閉 李家超說 現在是一個轉型期 有參加市場進入 仍然是有退出的 特區政府要直視的問題 不能退避 提醒社會要共同處理 特區政府可以幫就盡量幫 業界都要自我求進改革 他舉例 零售業整體不是很好的市道 就算如何催谷旅客來香港 旅客的結構性已經改變了 大家要認知 不要再陶醉以前的方法 有人醒覺了 就是 I make a difference 將自己差異突顯出來 被顧客有榮耀感 都是舊客有消費 當然有人賺多些 有人賺那麼多 就要檢討一下 要自強不惜改革 過渡期越短就越好 縮短的時間 就要大家靠自己 就是要拉潮州曲自己顧自己 好了 對於香港人不想消費不留港 李家超就說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兩地融合多方面 都是對香港有好處的 明白不少香港人 在長假期希望去內地旅遊消費 我們看原因 如果它是有競爭力 消費者去就是正常的市場行為 認知這個轉變是很重要的 這個不是周期性 是結構性 所以我經常說要求變 應變 舊方法不行 就要想新方法 要嘗試阻止香港人出外 是不似實際的 他說這些 我又覺得沒錯 你說要阻止他們 你怎麼阻止他們 難道封關嗎 說不通 如果 李家超 行事 全部都是用市場的方法來解決 那就一天都光了 但是現在還有很多非市場的手段 例如有些人每天都走出來反美 罵美國 現在少了 那就對 不要經常罵美國 但是那些非市場的手段 非市場的行為 越少 對於香港 就越好 越整 又反美 又戰狼 又反駁 我不反對 他說 這句說話 他說 阻止港人出外 是不似實際 我同意 但是 有些事情 特區政府是可以牽頭去做的 比如說 你看到現在街市的情況 是這麼慘 有很多街市 實情 就不是在私人物業那裡 比如說食環處 或者是房屋處轄下的街市裡面 那麼 特區政府是否都應該可以去思考一下 帶頭來去減租呢 那 已經有些議員 比如說 田北辰那些 那些說 減租三成 大家 調戲也透得順一點 做生意的 那麼 喂 你要求那些地產商 來去做 那麼 你特區政府如果能夠以身作則 你先做了先的 帶頭減三成 喂 隨便有精 是不是 你減三成 跟別人那些私人商場減三成 那麼他一定減得多過你 那麼 如果大家一起減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共渡時間 是不是真的做到這個 啊 在這個應變期裡面的過渡啊 他就懂得說 是不是 你要過渡 那麼你不要令到他掛老襯 掛柴才行 是不是怎樣過渡到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向 就是你帶頭減租 另一個就是說 對於那些熟食店也好 或者對於那些街市裡的店鋪也好 你盡量在一些皮肺上 都可以幫得到他的 比如說政府排費啊 或者你怎樣審批那些牌照等等 可以鬆手一點 或者你可以免他的牌照費等等 這些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來的 像精式收回百多元這樣算數 可以嗎 這些是不是共渡時間的方式 這個就是在做生意的方面要去思考的 至於說一般市民來說 他的確是在上面買送便宜很多 那你就派消費券 那你又不派 派了一年又不派 派了兩年 叫做一次一萬一次五千 現在又派的時候 反正你也是財赤的了 那麼也不見得到特區政府是要 要好大的功夫來控制開支的 即使用免費用免費住市民 是不是 反正你也發債了 一會兒有銀債或綠債或者什麼債 你都用不了他發債 他發債好像上了印一樣 那你就發吧 你就派消費勸億市民,只能夠本地用 起碼提震到一波 這就在需求方刺激到他 另外就是說,現在的長者乘兩元巴士 你在跨境路線是否也要有這個優惠呢? 當然,我一說這件事,可能有些人不適合聽 因為他每個星期都走到北上消費 問題是,我提供一個建議給特區政府 比如說,這些跨境路線是否也要有補貼呢? 一向那些跨境路線都是用來吃虎的 比如說冬鐵這樣,搭去羅湖和洛馬洲特別貴 你如果說,搭兩元車都可以去到連塘口岸 那就當然有很多人去 因為你的門檻這麼低 又或者有些人建議說 凡是跨境的,就收個陸路離境稅 這些都可以是一些方向 但我想特區政府也不會去做 因為這些是很大的爭議性 二來就是一旦一做了的時候 就是會直接打擊到深圳的經濟 我就說百分之一千,特區政府是不會去做的 不會撤銷跨境路線的兩元長者優惠 不會撤銷路離境稅,聽清楚 不要在那些因戀留言罵我 我沒有說贊成做這些事 不過就告訴特區政府 其實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如果大家一起過渡,要改革 所以有些店鋪倒閉 你就會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有人倒閉就有人開 一雞死一雞鳴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去做的話 這樣就很容易了 像這個老莊一樣 無遺而至 發財 我去做得 就像張宇仁一樣 原來他作為飲食界的代表 人家問他 怎樣可以幫得到飲食界的經營 你有什麼糧策 他說他沒有的 不單止他沒有 連特區政府也沒有 因為特區政府不是做生意的 這樣就發財了 我去做得了 行政會議成員 你不如出糧給我 我進去告訴你 沒有糧策的 就是 你讓他自然生存 天生天養 做不成就倒閉 那需要你去見言給政府嗎 所以就是 你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沒有理由 完全沒有事情 至少你帶頭減租 已經是令到很多街市的商戶 又可以 起碼壓力減少了很多 其實很多店鋪的脾肺 最重要就是下租 那裡 不是怎麼會下租到物價這麼貴 如果政府的物業帶頭減租 你先不要理私人市場 你自己肯做 起碼 你街市的物價 就有競爭性 就可以吸引市民去那裡光顧 因為始終時間成本也是成本 當然有些人退休 他時間成本比較低 但是有些人還在職 他不會經常每次都北上 那是不是去街市買東西 違反了一條數 就不要經常想到 都沒有方法 不想當然沒有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